龙凤甲良植稻米运销合作社 4月28号举行了113年度的社员大会 及农民节庆祝大会 表彰20位来自玉里和卓西的优秀模范农民 现场农产品摊位陈列了花莲南区优质的农产品 同时还宣导政府的农业政策 龙凤甲良植稻米运销合作社 在4月28号举行113年度社员大会 及农民节庆祝大会 表彰了20位来自玉里以及卓西的优秀模范农民 他们可说是稻米、茶叶、咖啡等各农作物竞赛当中的常盛军 以及产业达人 更积极参加英国、日本等国际竞赛荣获夹击 非常地快乐 因为我们前一阵子因为地震 造成我们花莲农民的一些生计的部分会比较疏困一些 但因为很开心的这次得到我们模范农民的殊荣 希望说把我们自身的经验可以带给大家 近年来因为气候异常 农民种植的水稻、果树、农作物等农产品 面临很极大的挑战 对于农民更加的辛苦 现场设有许多农友的农产品摊位 推广花莲南区最优质的农序产品 增加农民之间的互动关系 以及推动政府政策的宣导活动 户里有的我们通通有 我们有的户里没有 最税有的义里通通有 那么义里有的最税没有 要如何能够让义里镇所有的产业精衡发展 未来义里镇是变成花莲台东的轴心 长期以来一直努力为农友媒合 寻找行销市场通路 继2021到2022年协助文旦幼农成功 开拓新加坡市场 品质受肯定订单增加一倍 但由于气候环境变迁 加上国际形势 文旦幼品质、运输等问题被加考验 其实未来能够协助更多农友 开拓市场以及增加市场的能见度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导